那么我来问一下 这首不忘初心 大家觉得这里面它主要的运母是什么 也就是说它主要突出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 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份承诺 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那么大家感受到了吗 它的主要的这个原因集中在哪里 是的 但是呢 我们主要先看到的是这个乌 也是乌母音 格子说的对 那么我们主要先来强调这个乌母音 如果乌母音唱不好的话呢 其他的没有办法靠得上 那我们首先 我给大家先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乌母音要怎么唱 就在这首歌里面的乌母音 应该是怎么唱的 大家会发现它也是民通的一种 民通的一种唱法 一种风格 那么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那么这个路 第一个路字 是要有气声的 这个乌 大家跟我做啊 就是你在吸完了气的一个状态上 去跟一个人说悄悄话 只有这么大的力度 不要乌 不可以这样啊 是保持你吸了气的一个状态上 把这个乌放在上面说 轻轻的说 乌乌乌乌 万水 看到吗 如果你的 路 你知道这里的一个强度 和你这个内部的一些动作 那么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万水千山的起点 万路 万水千山 不忘来时路 看到了吗 那么它 它的这个起手和结尾 它的强度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 万和路 我们把它画上 万和路字 它们俩好像是一个天平 同样的重量 同样的强度 万不 万不 万水千山 不忘来时路 千万不要推出去 只是轻轻的放在上面 好 那么大家会觉得 山很难唱 对吧 万水千山 千山 我们可以把这个山字 做一个 做一个弃声 好 我先说第一个这个重点 一 这个万字 和路字 那么是相同 万和路 在第一句里面 哎 七声 对 万水千山 不忘来时路 是的 首尾是要呼应的 那么如果我们起手啊 你看 万水是起在弱牌上的 对吧 强若次强若次次 我们起在弱牌上 万水千山 不忘来时路 那么你就会发现 你的下一句 没有办法唱了 哎 这个 这个偏 偏 谢谢啊 这个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直接打在屏幕上 我看得到啊 万和路 他们俩是同样的 同样的力度 啊 山 那么如果山是弃声的话 就注定了他的牵 牵字 你要咬得非常轻 如果你是 万水千山 不忘 你的牵 咬得特别特别重的话 山 也没有办法用到起手 万水千山 千山 不忘来时路 一定要保证 这样的一个 弱弱的强度 像说话一样的 轻声的诉说 而不要上来 就给 给你想要的那个亮音 啊 你很亮的那个音 把它拿掉 万水千山 不忘 不要这样啊 万 万路 万路 好 固定了第一个字 和最后一个字 那么中间 我们便知道 怎么样去摆它 这个山 一定是一个 啊 气声 万水千山 山 山 啊 我们要把这个山字的